嗨 各位大家好 剛剛那個人生勝利主上台的時候 我很擔心他說 他還是熱舞色 我擔心我等一下上來不知道怎麼跟大家介紹 好 那各位大家好 下一個 吃一頓飯我先講的是餐廳 那主要當初是賣 燉飯 英文跟義大利文都叫resotto 那會賣燉飯主要是因為 我覺得台北市賣義大利麵店很多 那義大利麵店如果 種類多一點其他都會有 少許的燉飯 我們想說那換過來找這個產品以燉飯為主 去做開發 那這是店的門口 那就是這個店在 南京動物捷運站出來走路 大概五分鐘在 慶城街跟長春路口那邊 怎麼了這是看一下照片嗎 然後那是我 六年前的我那時候我在微軟實習 那時候當那個promoter 那在微軟實習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覺得講到創業我就要講 那時候我進微軟實習 那實習的過程之中其實也像大家一樣 沒有想那麼多去實習 那時候有那微軟裡面有個提系的制度 那時候就微軟正職會跟你聊天講話 那時候就是他問我說我在幹嘛 我想要做什麼 其實那時候大學的時候我就有去 研華科技在內湖有一個工業電腦公司上班 暑假三個多月 那個時候去看我們看到其實 在那時候的環境那時候 那顆算是建起來了 然後那顆當地內湖的人非常喜歡 下午訂外送 他在早上還沒吃動餐之後說 欸等一下要喝五十來 就是裡面裡面其實工程是很多 但是一樓很多OL 那OL就是發現女生們就想說 那怎麼辦呢就跑到二樓三樓 然後男生比較 男生們看到女生 欸要賣東西 好啊好啊 男生一定會說好 好的之後女生就會 你知道常常就會買 那女生收的不好意思 但是那個 等一下可能要開會不能拿 男生就會拿 那一照錢呢就是男生付 那男生付完之後呢 他就不會跟女生收 所以有些女生就會上來 沒有全部了 我說大概是這樣 那請問外送 發現其實外送蠻酷 所以我在大三的時候想說 如果未來我沒有考到一樓所 我會考慮就是做果汁店 因為我覺得其實生活飲食很重要 大家健康很重要 在什麼創業辛苦 其實身體健康最重要 說真的你賺到一堆錢 你說真的你賺到十億或二十億 但你只花到一千萬 其實你人生就只賺一千萬 賺那麼多錢沒有花到 其實是白賺 對我來說啊 所以我覺得健康很重要 那時候我想說 一腦開果汁店 在五六年前時就想得到 那就那時候 加上偷我家是種水果 所以那時候我的想法就放著 然後就一直走走走 我還沒講完 那時候在微軟車 主管就問過我這個事情 說未來要幹嘛 我說要考慮創業會考研究所 那他說 你覺得創業容易嗎 我想說 嗯 我不知道啊 那時候我想說就是創業嘛 但他跟我講的觀念很有趣 他說創業 從想到現在都不簡單 就像考 人生勝利組考台大一樣 因為你永遠的競爭對手 都是那千百分之一 今天不管考大學是一百萬人 十萬人 一萬人也好 假設台大只收一百個人 你永遠只要知道你要成為那千一百的人 你永遠不用管後面的九萬九千 九百人 沒錯 對 你不用管後面的人 所以你要很清楚看到的是 你想要成為什麼人 那你要把那個人當成你的目標 如果你要把他踩在腳底下 我假設 假設我今天要開 假設我以麥當勞為目標 我可能就要以麥當勞為主去看 那其實其他人就不重要 因為他不會是你競爭對手 你需要知道的是 假設你要成為最強的人 你要看到的是最強的人 所以創業對我來說 其實從頭到尾都不簡單 不簡單的點是 你要超過的那個人 是你自己跟現階段最強的人 那除非說 OK 我要拍間電視 OK 跟別人有一點差異的話 維持住就好 要不然如果今天大家想要成為一個 當然我現在還沒有 我那種想法 那時候懸導在大三的時候告訴我說 從頭到尾都沒有簡單過 如果以為你要成為最前面最前面的人的話 你不用管到底多少人想跟你創業 多少人想做APP 多少人想開咖啡 訂過餐廳都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最強的人長得亮就好 OK 用在微軟實習是學道 再來下一個是 OK 那是那個照片 那個是電文展 那其實我在 他們都講有臭用 你們如果等一下有講話就有臭用就好 那其實我大學為什麼要臭用 這個問題是 在高中的時候有人說 我長得跟那個參考書上 那個生物課本那個 透用的臉有點像 然後大家開始叫 那之後連老師都這樣叫 就 但是出生錯就感覺很臭 但以前來講 不是個好名稱 但是換句話說 用的很少 所以我想說 Whatever 就繼續用上去 那我大學因為不大面子 那我以前 社會科科我真的非常非常爛 我考 國中考高中的時候 我社會科考機測 不知道那是什麼機測 我是第一屆機測 那60分 然後我只有30幾分 70幾題我錯了43幾題 所以他非常懶 所以後來就考 那我後來 考台大為什麼考台大 但不是他勝利生 因為他沒有考文科 他是考數學跟其他東西 我就考上台大研究所 那後來我是第四屆實習生 那後來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回去又帶 第六屆偉爾實習生 他們有 Widows 7上市 然後我就回去幫忙 就像在座那個襯衫 烏鴉一樣 他第九屆 那他有東地十屆 就是他這個小團 想要提大家會互相幫忙 再來是這個餐廳怎麼開呢 那 基本上會開餐廳其實是 我信用的資源 找到的一個最好的創業機會 這個東西是結合下來 就是我認識廚師的朋友 我認識到我認識了 家裡是賣肉商 一個人大賣肉商 那我認識朋友家裡是 開廚具公司 然後等等的關係 然後加起來發現 我可以開餐廳 所以我才決定走餐廳 這條路 那當然有些問題是 就是有些狀況之下 我想要創業 那太長了 那我後來找到朋友 是五個小學同學 是五個小學同學 裡面有一個廚師 但他本來是念物理系的 所以他不務正業 第二個人是 本來是念心理系的 但他後來跑去做 網頁開發工程師 也是不務正業 那另外兩個後來 是結婚了 那他們就是當作 我精神的蜘蛛 那總共其實就是 五個人 那我是錯誤 那雖然說 我是老闆 事實上我只是召集人 那大家是 就是大家湊錢去出出來 那講到這個 創業其實我認為 如果你不要太好高無遠 我覺得在學生階段 一定找得到錢 因為其實現在這種 機關也好 銀行也好 國泰金融銀行 什麼U-Star 你想到的東西 其實不管Flying me 像Flying me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王佑哲是誰 他也是為了實習計畫 我的朋友第四件 所以那時候Flying me 我也知道很多故事 那他也是進去之後 幫忙寫 不管是福貓那時候 加起來其實 所以蠻好去 在認識的人之中 可以學到很多 那這樣的情況 我剛剛講到什麼 剛剛講到創業 對對對 然後你找不到錢 對找到錢 所以錢應該 我認為就是這樣 你在找到兩百萬到三百萬 我認為 我認為不管你家裡 有沒有錢都不重要 因為你找你有新的Proposal 在一定的計畫之下 當然是未來你要還得起 你不能說我借了三百萬 真的緩不起 但如果你的計畫是周延 你認為認得到錢 我認為錢 都不是在大學生創業時 會面對到的問題 我認為 因為現在我看到很多 那再來就是菜單 菜單其實我們就是 以燉飯為止 大家看一下 那燉飯就是有分 價格上的味道 那樣去做 那燉飯味道很多 那主要也是把料做差異 然後你還是要少許一大麵 然後這是最初的一個菜單 那真的蠻好吃的 那我蠻喜歡的 再來是這個 有什麼趣的是這個甜點 它叫 後面會有 後面再講 那燉飯 那燉飯我們比較 特別的是 我們是用意大利米 那其實正常 意大利正統意大利 燉飯它其實米心很明顯 它是 基本上吃起來是七分生的米 那它是拿生的米 去用洋蔥跟奶油去炒 生的喔 台灣米 生的去炒也是可以 只是 因為台灣米是改良 你看到什麼花東級號 台根級號 它會越改 越軟越香 所以它一煮 其實就靜音劈通 黏黏這樣 但是事實上那樣子的煮 你會把外面的米飯 外面的邊邊的澱粉煮出來 那煮出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勾淺 就會變得很醜 味道就不一樣 但是意大利米 它的米心比較 澱粉質比較高 所以吃起來比較硬 比較口感 所以我們從意大利進來的米 那 不好意思 問抱歉 一兩個不好意思 好 那就是它從生米開始炒 加洋蔥炒 然後再一直加高糖 去炒炒炒炒炒 味道比較濃 那就是青醬蛤蜊卸入這個飯 那青醬自己做的 這要炒滿久的 再來這是 那個牛排松露這個飯 然後 然後 U.S.Prim等級的 然後 那這是 雙塊機 所以凱撒沙拉 那雙塊機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用重物 去壓機 會煎得皮比較硬 就是 香料蛋碎 薰鮪魚 沒有 然後陳曹 像當初開創業時 我想一個主軸 就是 我想說 OK 我想到燉飯 因為廚師想要做意識料理 我覺得我可以這樣做 做完之後然後想說 第二階段創業時我想到 怎麼樣會讓客人有感覺 我認為才聽進去 你不會覺得地板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會覺得廁所跟你有關 你會覺得桌子跟你有關 你會覺得餐具跟你有關 你會覺得餐具跟你有關 你不會管廚房 廚師幫他拿布擋起來 乾乾淨也不知道 所以我想說 我挑一個跟客人有關的東西 我挑餐盤 所以我自己去英哥做個餐盤 那做這個原因 是因為我想說 OK 既然今天要做餐廳 我想的是 一定有情侶 一定有聚會 那我選擇做聚會 我跟客人做三組情侶 跟做一組聚會的就是一樣 所以我希望是一個分享室的餐點 這是我當初簽 所以我想說 那做圓的盤子 所以我可以在那邊放沙拉 燉飯 然後煮食等等 我就自己做 我自己做盤子 這做蠻久的 因為做直角的盤子不容易 所以每做兩個 大概有一個就會壞掉 變得溫度去烤 所以這盤子蠻有趣的很重 再來是雙麒麟 雙麒麟是我第六個小學同學 當初也想創業 然後在去年買雙麒麟雞蛋是 找不到店面放 然後就放我們店裡來 放到店裡來之後 就一路 但是很妙的是 到初一直在猶豫不決 因為他想賣抹茶冰淇淋 可是我是義士頓飯店 後來我想說 他要賣他賣 他就 賣了抹茶冰淇淋 但是口感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不錯 這個不打廣告 我說真的 因為你們知道我是誰 再來是這個 生意點法國什麼甜點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這個東西 那這個的老大 是我的朋友 在我國中認識的 所以我那時候很妙 但他好久沒有紅色 所以我都吃過最早的巧克力塔 在兩年前 沒有塔的巧克力 但是他就自己坐來吃 然後一度 然後就互相幫忙 那他 最近我們一直有聯絡 所以你看 全都台灣 台灣只有我有 賣他巧克力 沒有別人家賣 因為我跟他過也來 拜託你幫我賣一下 你本事你有十五萬這樣 真的很好吃我才賣 所以台北市座人 在外面吃只有我沒有 那認識他 再來是這個 這個平板系統 我是偉軟學長自己開的 他叫I-Chef 那I-Chef 他其實是那個 麻散堂 國務健康麻散堂 那也是那個 同一那個 同一那個教父 那個 徐從仁的兒子 創的業 然後做的系統 也是在偉軟認識 幫助我 那再來是衣服 那衣服 那這是地圖 那這是電電照片 然後這是那個 怪異的冰淇淋機 我原本其實這邊是個蛋糕櫃 但是一被冰淇淋機放了 我就把蛋糕櫃拿掉了 然後這是二樓的照片 然後這是有透明機 大家可以去過去看 那二樓滿好趣的 那這裡有個小包廂 那就是部落客 也是去別人介紹認識 然後宣傳 那這是一些介紹文 那就是其實 從一開始當然就是 就盡量宣傳 那漸漸其實就各大媒體來報導 其實蠻有趣的 那媒體就這樣 他媒體就這樣 就是油價到另外一家不能輸 那就是 會越要求越多 可以看的時候 那拍到 那不行我拍兩道 那你們小學同學 那你誰小學同學兩個拍 那說不定我要拍三個 下個的時候 你不知道找五個 真的很有趣 他說嗯 可是我看三什麼 三個人 那我要五個人 然後就一直要求 但是他們其實人都真的很好 我覺得私下 跟你博通都很有趣 那時候聖誕節 有推出一些套餐 然後去 我們有賣一些就是 特別的東西在做 那大概是這樣 店大概是這樣 那講到創業的東西 我認為對我來說 嗯 我覺得如果跟我聽到 大概大家會講說 創業啊 或是要找一些方式 對我來講我比較負面 我認為你要去找尋你不滿的事情 我認為你已經找成功 我好的社會美好面 其實不夠注意刺激你 我覺得如果你覺得目標不好 就像剛剛講的格局 我覺得很好 每次你做的時候 找一個格局 讓自己做越好 反過來說你找到最不爽的事情 譬如說我就是不爽 假設沒有任何事 我就是不爽 那時候店的東西很難吃 所以我去開餐廳 那你去找一個 譬如說我就覺得 這個APP很爛 就是你要找一個 你心中 影響你不爽的事情 當時你創作的目標 說不定是一個方式 不見得說你要去看很多 別人到底多成功 因為多成功 你可能只會更加 羨慕感或是這樣 積極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反過來看 你去找到一些 你心中憤怒 因為我覺得憤怒 會比開心來的 讓你心中更有啟發 所以你可以去找一個方式 Baby 我覺得哪個生活上很不開心 我覺得哪個東西 是可以改進的 把這負面情緒 轉過來變正面的力量 說不定可以讓你走得更快 那另外的部分是過程 因為我覺得大家在實行 大家在想 怎麼增加自己能力 但是過程之中 我覺得對我來說 到後來 我們去想一個結果 因為過程 這個時間點上 你可以體驗到很多事情 可是 我覺得對於未來 你可能在省度很厲害 就不來你明明或哪裡 但是這些人是 跟你 目前 你比他弱 或許未來跟他一樣 但是 如果你今天想成為更強的人 你一定會走到 這個事情的領導者 領導者時就沒有人跟你一起囉 你必須扛起一些責任 你必須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那這能力怎麼來 就在你實習過程中 你必須預設個畢竟 譬如說我今天做這件事情 你不能說 我做完我覺得很開心 我體驗了我當什麼事情 但是你又想過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你做完 結果跟你當初想是一樣 十件事情有八件事情 跟你想的一樣 代表當你未來 你必須獨挑大狼的時候 你有八成的機率 你想的事情 是未來最好的結果 但這件事情是你要練習的 就像你可能辦活動 辦完這件事情 辦完了很開心 但你有想過這結果 哪些不好哪些好 在你之前遇到 譬如我今天跟烏鴉一起合作 其實我覺得 完蛋烏鴉愛吃到 我一天想到 我必須預設立場 假設他愛吃到 我必須要能夠 彌補他吃到的點 最後彌補完 我發現 對這件事情我想不到 但是如果今天過程中 你只想過程 結果就可行 因為過程跟結果 是不衝突 你可以一樣好好體驗結果 但你可以預設立場去看 不好意思 你可以去體驗 體驗 體驗過程中 你可以預設個結果 讓你增強自己以後 預設未來的能力 在未來 假設有一天 走到最高等級的時候 你可以做出最棒的決定 謝謝 時間到 我講完了 謝謝你